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我是婉婉 歡迎你收看台南鄉情劍 台南鄉情劍這個節目是有台南市政府製作 最主要目的是讓我們鄉親朋友 大家對待我們鄉親政府國教主義業務做一個了解 當時也要跟你們鄉親朋友 報告我們鄉親政府最新的主席和外黨 歡迎你收看 我們今天要說的主題是 南營國際民俗藝術節 節目一開始我們先來看這個影子 聽到市長要跟我們說什麼 具有歷史傳統的南營國際民俗藝術節的一個記者會 那我們很歡迎來自24個國家的許多團隊來台南參加 這是一個過去台南縣開始 已經有非常有歷史 而且有文化傳承的民俗藝術活動 每兩年舉辦一次 那所以說感謝各國來的表演團體 他們在台風天裡面坐著大怒神 這個很辛苦來到台南 那但是現在台風過去了表演就要開始了 歡迎大家 這個來一起來欣賞他們用最好的一面 展現給台灣台南以及所有的觀光客的面前 最好的表演 也希望我們所有的表演團隊來台南 停留很愉快 表演很成功 也希望大家一起來台南看 火腹歷史盛名 具有叫好又叫做的 南營國際民俗藝術節 2024南營國際民俗藝術節 10月5號到13號 一起台南 175 講到我們的南營國際民俗藝術節 那麼在我們1996 就是85年開始了 到現在差不多20年有了 對 就是巧克力的 那這個活動的一向 對到我們的民眾大家來講 因為這可以說 我們想說我們台南就是一個國際藝術村 地球村 現在說世界村 地球村 那麼把我們一些世界各國的民俗表演的表演者 趕快融合到我們台南來 所以呢 因為我們的民眾 可能以前你可能要出國看得到的一些表演 現在不用出國 你就讓台南就可以看到這些國際級的表演 但是因為這個疫情的關係 差不多就有 因為以前是每兩年有一次 那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已經聽了兩年就是四年了 好不容易 所以大家引頸期盼的這個藍營國際民俗藝術節又來了 那麼我們今天特別邀請到我們台南市政府 我們文化宮主任秘書黃鴻文主秘 要來跟我們鄉親朋友來介紹我們今年的 這個藍營國際民俗藝術節 來 我們節目一開始 先邀請我們主秘跟鄉親朋友來拍一下 主秘你好 是 主持人跟我們觀眾朋友大家好 是 那麼剛剛我們有談到了 哇 這個活動 二十 超過二十 差不多二十年了 那 當初 什麼樣的發想 準備來辦這種的活動 國際活動 是 剛才主持人有說到 就是一九九六年開始 那時候其實又是台南館的時代 對對對 那時候的文建會 文化建設委員會 其實就是現在的文化堡 對對對 以前剛才那年在撒一個價位 叫做國際中小型展演活動補助計畫 那就是說要鼓勵我們 國館市政府 可以辦一些國際性的活動 也增加我們的國際能見度 一方面也讓我們的國民可以看到 在我們的國家裡面 可以看到世界各國的一些不一樣 特別的演出 是 所以那時候有這個價位 就在那時候我們開始 台南館的時候開始申請這個價位 就在那時候我們文建會很大的支持 所以我們可能 一九九六年 可能有一些其他的民眾可能 另外知道一個同時間的港西尊的活動 就是宜蘭的童萬節 對 它也是一樣一九九六年開始 但是我們要比他們更早一點 是 那時候的形勢就是 都邀請我們 世界各國的民眾藝術 舞蹈團 來到我們台南這裡 參加我們的家 其實說起來 這是一個 酒意義的家 為什麼 因為我們一般的家 都是政府就是變醫生 就開始來執行 然後辦各種各式各樣的活動 但是我們的南養國際藝術 其實民衆藝術 它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因為我們在 世界上有一個 叫民俗藝術協會 它是一個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底下的一個 一個單位 它有一個協會 它就是 專門在協助舉辦這些 各式各樣的 國際民俗藝術交流 所以因為有這個協會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 用這個方式 邀請這些 國國的不同的團隊來 重點就是說 我們其實是做落地接待 所謂的落地接待就是 人到台灣 我們才開始接台 所以他們自己的基票 是要自己買 所以你看這次 難得 因為剛才疫情之前 剛才遇到COVID-19疫情 所以停了6年 所以這次是 睽違6年之後 這些國際團隊 有辦法還有一個 我們台南這裡參加演出 所以我們想看 這次今年 很盛大 盛大 總共有 18個國家 21個團 來到台南參加這個活動 所以大家都可以想 你看 不管是近的 日本、韓國、 鄉的 中南美洲、 紐西蘭等等 這些國家 你看他的路途、妖丸 大家也是很高興 自己買基票 來我們台灣參加 我們的台南南演國 這個林消極實質 所以其實是一個 友誼性的文化交流 所以就很特別 就是說 這個活動跟其他活動 很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 這是一個全民參與的一個活動 也正好符合 因為今年剛才 2024台南四百 台南四百年 剛才在這個時候 台南四百的核心精神就是 一起台南 世界高倍 所以說的就是 一起台南就參與嘛 世界高倍 高倍都很參與 國際派參與 世界這些 國國來交流高倍 所以剛才我們民宿 國際民宿藝術 在上年 区合這個精神 所以今年 因為真的是 你看很多國家 所以我們做落地接待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形式 我們南營國際民俗藝術節 剛才在說的 在我們國際的民俗藝術節協會裡面 其實是一個很有名的 很有名的一個藝術節 有什麼大家都知道說 男營 看到男營 男營 都知道說 那個藝術節很重要 那個很大 因為畢竟他也20年了 是 超過20年 而且我們有名的就是說 我們的舞台最專業 最大 很豪華 我們大的 吃的都很好 很豐盛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台南人 很多錢的 所以交代的食物 店店都很豐富 另外當然住的也很好 民眾又很友善 對 但是相對的 我們也是最操的一個藝術節 就是我們的演出 很多店員 一店這麼一店 他們只有 這些國際團隊來 這大概十幾天的時間 他們只有一天的free day 就是一天的自由去參觀的時間 其他都是到我們的國區 去做一些巡迴演出 是 包括我們中島的時候 還有一個友誼單位 這就是說到說 我們為什麼這個藝術節這麼重要 他的那個參與的精神 就是說 他不是只有我們台南市政府 辦的多年而已 我們各個我們的民眾 其實這些友誼家庭 友誼單位 友誼學校 友誼社區 其實他們都會參與來 負責接待團隊中餐 就接待一檔 所以就是說 這就是大家專門參與 專門來做的 融入啦 是 是 是 接待這些國際團隊 然後大家的參與感也會更重 所以這個其實是這個活動一個特別有意義的地方 我剛才就說了 因為我們平常是要看的 這個表演一定要出國 是 想要看日本的 可能你要去日本看 是 想要看巴西的 你要去巴西看 是 你現在只坐飛機 那個 哇 太遠了 有的人也沒有機會出國嘛 可是我們沒有出國 就可以看到這麼多的文化表演 是 真的是 很難得的一種精神的享受 那麼 過去這四年 因為我們疫情的關係 我們是縮小範圍 就變成 疫情期間其實變成說國外團隊不能來 但是其實我們自己也有自己結束的團隊 所以我們有參與我們台南市的團隊 然後有做一個演出的規劃設計 所以我們其實也有 一樣有班 但是是 變成濃縮變成是 兩天 就是兩場的活動 所以製作這樣子的大戲 想說也讓大家至少還感受一下 南營國際民俗藝術節 它繼續存在 然後也讓大家期待說 哪一天疫情過了之後 我們還會有機會看到這些國外團隊 對 因為 國際藝術節嘛 那能夠這樣子的一個交流 是很難得的機會啦 那 我們 已經睽違這麼多年 雞丐哥 我們又再一次 邀請這麼多國際的團體來表演 是不是 我們主秘密也給我們介紹一下 這些團體他們表演的內容好不好 是 因為 這次來的團隊真的非常多 所以本來有想說可以背 不過大概背不出來 所以我還是看一下小超 因為這是18個國家 21個團隊 那其實我們可以看到有 剛剛講的日本啊 韓國啊 對 泰國 菲律賓 馬來西亞 蒙古 然後 歐洲那邊 亞洲還有尼泊爾 紐西蘭 大洋洲這邊 然後 像歐洲意大利 波蘭 然後南美洲 智利 那中美洲波多黎各 然後又回到東歐保加利亞 然後 美洲巴拉圭 然後東歐拉脫維亞 等等 就真的是跨了五大洲 所以我們在邀請團隊的時候 其實都會特別注意說 這個團隊演出的性質啦 因為我們知道 第一個是我們剛才有強調的 這是一個友誼性的藝術節 然後他們自己都出機票前 所以我們會透過 事先透過他們寄過來的這些影像資料 來看說 他們是不是符合我們需要的標準 然後他們演出的形式 是不是在這一次的節目安排裡面 可以有一個比較好的節奏 因為有一些會是偏文靜的 因為每個地方的國家 每個國家的文化都不一樣 但是對觀眾來講 有時候就習慣要看到熱鬧的 或者是有一些有高技巧的 但是對於這些所謂的 真正表現國家文化的民俗舞蹈團隊來講 有時候不見得是那一種很高技巧的 但並不是說他們不專業 而是說他呈現出來的 其實是他自己文化的 深度啦 對 深度跟那個特質 所以這部分其實 這麼多年以來 我想由台南官到我們學朋友後 我們也其實養成了很多的粉絲 所以我們的民眾也大家都知道 各自民俗技術是什麼樣的活動 其實大家都很支持的 那不管團隊什麼樣的演出 那重點就是說其實他們 我們這個目的 就是因為他是民俗舞蹈 所以我們看的 不是只說他演出的技巧而已 其實他身上穿的服裝 也是非常有看頭 對 都是表現他們國家文化的 敵設 所以我們看不同的國家 他的那些服裝啦 裝扮啦 然後甚至說 平平都是東歐 那你說保加利亞 然後跟比較接近中亞的 那個拉脫亞 他們比較接近的地區 可是他呈現出來的 看起來好像 誒 同一個系統 但是真的演出的時候 又不一樣 是 包括他們的姿態 他們的動作 都有很特別 反映出 你一看到你會覺得說 原來也是不一樣的 對 所以這是很趣的事情 你說 我們台灣就好了 我們有原住民 有閩南人 有客家 所以公司這些文化 就不一樣了 何況說 我們一個世界的 一個團隊 包含的是 真的是五花八門 真的內容很豐富 所以我們應該要珍惜 這樣難得一個機會 來這裡 就是 吸收別人家精髓 是 我可以補充就是 像我們以往歷屆以來 大概日本來的團隊 很多都太鼓團 那不過他們太鼓團 其實都很厲害 不管從高中生 然後像今年來的是大學生 是福岡大學 他們有兩團 銀太鼓跟椰和太鼓 然後他們的那個 整個 展現出來那個精神 跟那個氣勢 其實都非常的棒 所以每一年 應該說每一次 在辦的時候 日本團 日本太鼓團 都有很多的粉絲 會對他們 這裡細節去巡迴演出 因為他們到哪一場 他們大家都會看資料 就知道說 再來 一直打一張打一張 很多粉絲都會跟著去 對 所以其實是 很趣 是 那麼今年又是 灘燃400 是 灘燃400 我們這個國際 民俗藝術界 應該會有 這個元素 灘燃400 是 的特色吧 所以就是 剛才我們說 其實本來 南營國際民俗藝術界 就是一個 一起台南 世界交培的一個活動 所以這 當然我們也特別 帶來參與的國家 台營公 我們這個列宿 正好搭配這樣的活動 那尤其這一次 因為是台南400 所以我們也特別邀了一些 不一樣的團體 比如說 還是回到日本 日本的秋田市 就有一個乾燈祭 秋田市的乾燈祭很特別 因為接下來 因為我們開幕的時候 其實也做了特別的演出 那接下來大家也可以在很多場次 尤其是主場地在新營 南營綠都新營 可以看到他們的演出 那乾燈祭就是 他們在做祭典的時候 它是日本的三大祭典之一 然後大家可以想像 那些我們平常看到的燈籠 是掛在 比如說掛在天上 或是掛在旁邊這樣 然後它是用竹子去編成一大片 有點像是船帆 好像純的 那個棚一樣 但是它那裡 它的布的所在都是頂 每一個每一個頂這樣 所以它整片看起來就像一個船帆 然後它是會 它有的腳 它的參加的人會用一隻手 或者是用身體撐著 甚至於用頭頂著 那整個很高達 大概五六米的 那個像船帆一樣的燈 所以這很特別 然後它那個 重量差不多 大概至少都四十公斤 所以你看 那個有時候可能是 他們當時當年的那個文化 對 它那個祭典 一些元素在裡面 是 因為配合這次 因為秋田是特別 把他們的最重要的這個祭典 帶來台南給我們大家交流觀賞 所以這次秋田的市長 也特別跟著過來 然後其實我們也締結了友誼城市 然後希望說透過這個國際交流的機會 那一方面除了藝術文化 另外一方面 城市跟城市之間的交流 可以賺這個機會 有更深入的交往 那麼 重點來了 我們這次的活動 當然我們重要的就是那些節目內容 是不是也做今天的機會 跟我們的鄉親朋友 稍微透露介紹一下 所以剛才說到的這個秋田乾燈季 其實我們會在前幾天的部分 會有這個特別演出 那是因為每次來的團隊他們 他們的時間 他們的騎乘其實會有一些交集 但是也有一些團隊也沒辦法全部都參加 所以我們剛剛講的這十八個國家 二十一團 其實我們在南緣國這個民衆技術的官方網站上 其實就可以看到 比較所有詳細的這些介紹 但是這次的節目裡面 其實有很多可以特別跟大家介紹 比如說像巴拉圭 今天有來自巴拉圭的 但是巴拉圭有熱門 大家有了解嗎 有聽過啦 對 沒去過 中南美洲 它就是由我們現在的台南這裡 由土壇這樣捉下去 到穿過地心的另外一端 就是巴拉圭 捉下去 你看我都在捉下去 對對對 所以你看大家看 就是地球繞半圈 是是是 看有拉圈這樣 當然他們帶來的就是 比較展現他們 南美洲的風情的這些 特別的舞蹈 然後有的會頂著瓶子 那有像比如說 大家以往很喜歡的毛利人 今年紐西蘭也有來一團毛利人的舞蹈團 然後他們很熊壯的那個整個隊型 然後那個氣勢其實民眾都很喜歡 對然後像包含像泰國 泰國也有一些融合有一點點像是 就是大家可以比較聽過的像 東南亞的這種像比較印尼那邊的 甘梅朗的這種音樂 那其實這個就是那個 東南亞比較傳統的這些音樂 它會搭配音樂跟它傳統的舞蹈 這個其實大家也都可以從他們的服裝上 其實可以感受到很明顯的不同 那比如說那另外一個像是 也很多民眾期待的義大利團 義大利團它就有旗隊 那這次來的旗隊管樂旗隊 他們除了帶來管樂團搭著之外 那其實他的旗隊是很多 尤其年輕少女們都很喜歡的 因為義大利帥哥很多 然後他們來然後又是 穿著很鮮豔的服裝 中古世紀的服裝 然後他們帶著這個大旗 會有很多甩旗 旗子甩到很高 然後有一些很有意思的演出 所以其實各個每個國家 都有一些自己的不同的特色 然後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其實每一場地方巡迴演出 其實它會因應不同的場地場所 他們會做不同的編排 所以也因為這樣不是說 每一團在每一個地方的演出都是一樣的 所以非常歡迎大家真的可以在這個時間 就從10月5號開始一直到12號 大家可以追著這些團隊跑 大家來當這些團隊的粉絲 大家可以看一下說 哪一個國家我特別喜歡的 我就跟著它跑 然後它這邊今天這邊有演出 那明天可能它是 今天第一場 可能明天是哪一邊的 第二場或是第三場 這其實都是可以搭配著去參加 然後也感謝我們每個區 這是有16個區參與 那各個區的公所也都很大力的支持 那所以大家也會用不同的方式 來接待我們參加的這些民眾 那麼我們這次文化局有一個 友誼接待單位 是 好像要招募 那這個最主要目的是什麼 是 這個就是很有意義的地方 就是我們說到參與這部分 就是說這不是只是市政府辦活動而已 大家一起來 其實大家一起來 所以我們有招募友誼單位 那為什麼友誼單位 以前最早的時候叫做友誼家庭 純粹都是希望是家庭 但後來很多學校跟社區 都會打算歡迎說 這這麼有趣的 人這麼有意義 我也想要交代這些外國朋友來我們家 所以他也想要參與 所以慢慢開始從友誼一般的家庭 然後增加到比如說友誼公司行號 然後一直到友誼社區 然後甚至於到友誼學校 對 因為學校 人數多嘛 所以學校也很開心 比如說今年如果剛剛講到的巴拉圭 那我今年巴拉圭到我這個學校來 那其實老師們就會把握這個機會 可能在前一個禮拜就開始在課堂上 就教小朋友 巴拉圭這個國家是什麼樣的國家 讓他們 對 他在什麼地方 然後他有什麼樣的民俗風情 那接下來我們要怎麼來招待他 來接待他 就大家一起來想 所以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 等於說也是一個上課教育的一個題材 所以學校也都很歡迎 我們南英國際民俗的素節 機會教育 是 所以我們的友誼單位就是說 只要你願意說在這個時間點 來參與交代我們的國外團隊 就一檔飯 一檔中餐 那就 就可以來報名 那至於 要用什麼形式 這都沒有很多 因為我們就說 這是對團隊來說 其實他們是剛才吃中午的時間 因為他們暗時還要演出 也不然就要去彩排 所以我們也希望 我們這些友誼單位 就是盡量用輕鬆的方式 當然我們可以利用這個機會 介紹我們自己台南的文化 或是說我們在地的一些什麼特色 但是盡量讓我們這些團隊放輕鬆 對 就是大家一起這樣交流 然後好好的讓他們嘗試一下 台南在地的美食 不過話說回來也是 這也很差異 就是說 我們台南都很熱情的 準備很清潔的 對 這個是我們 是 人家說 最可愛的 是 一個風景 對 但是這個也是一個 友誼單位 參加時候在一個美角 特別注意的美角就是說 其實他們這裡來參與的 都是專業的演出團隊 他們剛才有說嘛 晚上就要演出了 對 所以其實中途的時候 他們 本來吃東西都有自己的偏好 或者是說會注意的事情 然後尤其來到不一樣的國家的時候 你不知道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你的文化 對 所以你吃了 如果萬一拍拖 還是這樣 晚上就影響演出了 對啊 是 所以我們都會跟 我們的友誼家庭 友誼單位講說 我們理解大家很熱情要招待 但是其實地方特色的這些食物 也不用準備太多 但是可能也搭一些 因為他喜不喜歡吃 真的不知道 像譬如說之前有一團 墨西歌團 那友誼家庭準備 芭樂 像芭樂我們做水果吃 結果他們後來 你知道他們怎麼吃 結果他們沾辣椒粉 他們覺得很好吃 他們覺得很好吃 所以 但就是說 友誼單位說 其實不用太多 對 只要說 我們如果覺得有特色的 準備一兩行就好 另外還是要準備一些 就是一般性 大家都 平常都可以接受的 所以 後來有一些團隊 我們都大概理解說 像簡單說 素食 像麥當勞 肯德基這樣的 其實他們就很喜歡 真的喔 因為對他們來說是一團 而且他們知道 那個是什麼東西 基本上是他們知道 這是什麼東西 所以他吃了 他身體 有辦法接受嗎 他可以講話 所以 就大概是這樣來接待 那譬如說像 到了學校裡面 小朋友們就會想 想了很多 接待這些 熱情歡迎 這些團隊的方式 那 其實我們都一直 跟友誼單位講說 其實這個團隊來 是 要放鬆的啦 那只是來吃頓飯 那晚上還要演出 大家不要 讓他們太累 可是通常團隊來到學校 這樣的地方 看到小朋友們 這麼熱情 在歡迎 演出就是很多這樣 他們後來都忍不住 就覺得說 我無以回報 那就表演給你們看這樣 所以就要看我們的友誼單位 怎麼各顯本事啦 要讓這些團隊也管理 做會來參與我們 大膽伸手 結果 比較歡迎說 英雄無用不足 是 那回教國家 你還會用 土豆豬比較好一下 是 所以 對 所以主持人說這真的很重要 其實 吃本來就是 民以食為天 很重要 所以我們事先 每個團隊的一些飲食禁忌 包括中高雄的 一些習慣 都會特別交代 真的是 來者自克 還是要以克為尊 對 那麼 我們今天 來談說 藍影國際民術藝術節 是 我們是不是還有 欸有沒有一路的 要補充的 其實我們這次還有一個特別的 就是剛剛講到的 我們有一出特別因為 剛剛講台南四百嘛 所以除了剛剛精神是一樣之外 其實我們有特別製作一出大戲 叫做風調雨順 當然 可能因為時間的關係 很多民眾 不一定 很多觀眾不一定有機會參與到 我們在開幕前有先演出 這重點就是說 我們集結了兩百多位的演員 把我們的我們的藝人 我們的頂頭的文化 一些我們表演團隊 台南的元素 都集合在裡面 在這個大戲裡面 所以也很幸運的 可能因為名稱就叫做風調雨順 所以我們也沒受到風態的影響 其實風態真的是 那是讓我們同仁 真的整個打亂了大家籌備的進度 因為停了三天 但是還好 後續就包含整個舞台的搭設 測試彩排等等 也都趕著就順利完成了 所以這齣大戲其實 後面 因為這就是說 疫情的時候 我們國外團隊沒辦法來 所以我們就把我們的 國內的團隊去集合起來 做一出大戲 所以也延續那個時候的傳統 所以這邊也有另外一個 這個 就是風調雨順的大戲 另外就是 當然新營的民眾都很期待的 就是我們的彩接 我們的國外團隊 會在新營在宮城路邊 遊行演出 然後大家也都覺得很開心 是 今天感謝我們台南市政府 文化局主任秘書 黃宏文主秘 來跟鄉親朋友介紹 我們藍營國際民主藝術學活動 還有很多的內容 我們民眾 反正這個就是有參加 是 藍者有這個機會 等於要把握機會 那麼謝謝我們主祕 謝謝 謝謝大家 感謝我們鄉親朋友你的收看 大家鄉親朋友 我是問問 我們下次見 大家好